来看这道计算体 分母是两数之积的形式 显然很大 通分不可取 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叫分数的列项 好我们看一下 以第一项为例 5乘8分之1 我们可以把它列项为 5分之1减去8分之1 这是5乘8分之8减5乘8分之5 相减之后是5乘8分之3 这是5乘8分之1 所以我们还要给这个式子除以3 用这样的形式呢代入 5乘8分之1就等于 5分之1减去8分之1 再除以3 那同理啊 8乘11分之1 就等于8分之1减去11分之1 给它再除以3 好等等等等 一直到什么 17分之1减去20分之1 给它再除以3 好的 那通通都除以3啊 相当于等于5分之1减去8分之1 加上个8分之1减11分之1 一直加加加到17分之1减去20分之1 通通整体除以3 中间项完全抵消 全部抵消 留两端 5分之1减20分之1 等于20分之3 除以3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20分之1 你学会了吗 关注我 玩乱数学